美国山水的四位灵魂人物 第五章 高山在呼唤 约翰·穆尔·John Muir 1838年出生于苏格兰当巴镇 十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 青少年在威斯康辛州的家庭农场度过 1860年 穆尔进入威斯康辛州立大学 在校期间 深受自然历史学教授卡尔的影响 并与卡尔教授夫人吉安成为知尽的朋友 卡尔夫妇与美国著名思想家艾莫生过从甚密 因此 卡尔夫人将艾莫生的著作强力推荐给穆尔 1867年3月 穆尔在一家工厂打工时 不慎受伤 右眼几乎失明 经过数月的疗伤 修养 当年9月 穆尔从肯塔基州徒步1000英里 三个多月之后抵达佛罗里达州 日后 穆尔将该次远足经历写成一部书 名为《千里之行远足墨西哥湾》 1868年1月 穆尔从佛罗里达乘船前往古巴 由于健康原因 加之盘缠短缺 穆尔被迫放弃原定游历南美洲的计划 转到巴拿马 乘船至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 不久之后 穆尔徒步东行 来到加利福尼亚州东部的崇山郡岭 他对优胜美帝峡谷的冰川地质构造 发生了浓厚兴趣 经过深入研究 穆尔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 穆尔的冰川生成理论 受到加州大学历史 地质学教授勒康克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 伦克勒的重视 后者甚至邀请穆尔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但是穆尔婉言谢绝 1869年 卡尔教授辞去威斯康辛大学的教席 与夫人一到搬至加州的欧克兰镇 经卡尔夫人安排 美国著名学者艾莫生 于1877年5月前往美国西部各州讲学 艾莫生与穆尔一见如故 两人皆为妄言之交 艾莫生赶配穆尔的渊博学士 承邀穆尔返回美国东海岸 到哈佛任教 讲授他的冰川理论 穆尔谢绝了艾莫生的诚恳邀请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为了一个教授席位 而放弃上帝的打秀之作 这样的念头从未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穆尔坚持留在西部的群山之中 以便继续他的山地研究事业 此后 艾莫生与穆尔的友谊持续多年 晚年的艾莫生 甚至将穆尔放入对自己产生巨大影响的药人名单之中 穆尔对美国西部山团的热爱达到痴情的程度 每次徒步考察优胜美帝山谷 穆尔的行囊中必不可少的物品 包括艾莫生和索罗的作品 穆尔曾经表示 山峰烈烈 夜幕沉沉 在熊熊的篝火边 翻越艾莫生的自然 和索罗的瓦尔登湖 实在是特别惬意之事 穆尔的一生是尤利四方的一生 在其后半生 穆尔的足迹遍布美国西部山区 并且四次到访阿拉斯加 穆尔用他的妙笔记录了美西山团的秀里 更重要的是 他为了荒原和森林的保护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穆尔的四处奔走和不懈努力之下 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一项法案 设立国家公园体系 1892年 优胜美帝国家公园得以建立 1892年 穆尔和若干热衷荒原保护人士 创建塞拉风鸾俱乐部 穆尔受众人推举 成为俱乐部的首任主席 并在其后的22年中 继续担任主席的职务 直至他1914年病逝为止 1903年5月 穆尔原本已经准备启程 赴亚洲和欧洲 做一次长途旅行 忽然 他接到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 告诉他即将到访加州 并要考察 优胜美丽山谷 罗斯福总统在信中说 我只要你单独陪同我 我要完完全全的 把政治抛到一边 用四天时间 在野外与你相处 两人在高山深谷间 彻夜长谈 这一夜 令总统先生永生难忘 罗斯福总统后来 在一次演讲中说 深夜里 仰卧在参天的红山树下 犹如露宿在上天之手 建造的庙宇中 这个庙宇远远搭过 任何人力所为 1914年圣诞前夜 穆尔因患肺炎 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医院 逝世 享年76岁 穆尔在其后半生 以大自然为家 他尤其将塞拉内华达山脉 视为自己的家园 塞拉内华达山脉 南北长640公里 东西宽110公里 大部分位于加州境内 只有一小部分 位于内华达州境内 塞拉内华达山脉 风蜂蜓 峭壁鼠立 海拔4414米的 惠特尼主峰 是美国本土48周内的最高峰 穆尔将塞拉内华达山脉 描绘成上帝的山庄 穆尔不仅是高山为家 同时对山中一石一草 倍感亲切 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 碎石似乎在滴滴思雨 是那么富有同情心 犹如兄弟一般 毫不奇怪 我们大家都同父同母啊 晚年的穆尔 在其作品中 屡屡使用自然之家的比喻 不懈地推动荒原的保护 穆尔把自己在加州 马提内的家 称为遮风党雨的好地方 在那里写作养儿育女 然而真正的家 他手指塞拉山脉的方向 饱含诗意地说 那里才是我的家园 穆尔一生著作破风 共撰写十二部著作 和三百多篇文章 加利福尼亚的群山 是穆尔所发表的第一部书 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该书第四章 静观高高的塞拉山中 穆尔写道 走向大山 就像回家一样 山中的野岭青泉 四周的临寻怪石 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 令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以笔者之见 在穆尔所发表的作品里 《我在塞拉山的第一个夏天》 最为引人入胜 该书继续了 穆尔于1869年6月3日 至9月22日 在塞拉山牧羊的经历 他对优胜美帝山谷的描写 令人拍案叫绝 穆尔在书的末尾写道 我们在春末离开山路牧场时 2050只绵羊 瘦弱如柴 而在夏末返场时 2025只羊 彪肥体壮 损失的25只羊 归咎于黑熊 响尾蛇 走失 以及正常参用等原因 在全书的末端 穆尔深情地写道 在此我结束了 永生难忘的 第一次塞拉高山之旅 我跨过了雪亮山系 真真切切 那是上帝所创造的 最为明亮和最佳之物 他的光耀 令我欣喜若狂 我满怀喜悦和感激地祈祷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再次与之相见 穆尔成为20世纪 美国的著名环境保护名人 他被后人誉为 美国国家公元之父 和高山约翰 加利福尼亚州议会 于1988年通过法案 确定每年的4月21日 及穆尔的诞辰日 为加州的约翰穆尔纪念日 2013年4月21日 即穆尔的175岁诞辰日 他的故乡苏格兰 举行多项纪念活动 纪念这位 生于苏格兰的世界环保名人 为了纪念这位 毕生热爱大山的伟人 美国邮政局 于1964年 发行了一枚面值5美分的邮票 上面印着穆尔的头像 和一排高大的水山林 邮票下方印着 约翰穆尔 宝于人世的字样 1998年 为了纪念20世纪 最具影响力人物系列 美国邮政局 再次发行了一枚特种邮票 面值32美分 守备身后的穆尔 以优胜美帝山谷为背景 邮票下方印着 约翰穆尔 保护主义者的字样 用以纪念穆尔 对美国商丸和荒原保护运动 所做出的不小贡献 在一枚特别默 、二枚特别默 在一枚特别默 一枚特别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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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